球速 突破 分球 连续往外线 压双出手 三分队众 几乎是在同样的位置 是 第一个是 比赛开始 首先获得球权的是 客场作战的首钢队 王 王潇辉 那这样分身就要对小川 林初豪 好球啊 因为是赵继伟来对林初豪 林初豪的身高优势 会稍微有一些 开场命中一具中距离 呈现自己身材上的优势感 而且高位挡拆的时候 大汗没法扑这么往外 身高优势 又是靠着身高 连得四分 林队打得非常的有针对性 就是打辽宁队这个痛点 春牛投得非常的果断坚决 对于辽宁来讲这是个好消息 今天开场第二次 尝试三分就命中了 林初豪想要造成犯规 漂亮 没有哨音 但是两分打进 连续打了赵继伟三个运动战 第四个打成三个 封盖了巴斯林初豪 推转换节奏 漂亮 这次林初豪 哎呦这个球没劲啊可惜 今天 林初豪的机会 好球啊 三分命中 又是 又是流行十五 分三可以施展开来 压速 好带球 这个林初豪的站位啊 真的是教科书一般 造得非常的漂亮 他已经判断了斯蒂芬 右边是假的要做这个欧洲步 及时的调整了位置 再看一下 往后撤 李小决防到三分线上 对林初豪 节奏变化 林初豪今天用了两次走右路 变节奏之后的这种高手出手 那很容易就站上巴球线 没错 所以这也是一个进攻端的一个经验啊 林初豪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的好 小朋友的这个梦想当中的偶像啊 他的故事确实太励志了 没错 主要是教练和球员的关系 主演细三分命中 非常漂亮 上半场投的不好啊 是 哦 漂亮 呃 郭爱伦这次啊 没有想到会突然加速 他以为他背后还有一个防守球员 是 但是林初豪啊 观察到了大汗的位置 展现了他非常强的对抗能力啊 这一局开场就受感好 哪怕后来三分命中率下降了 其实还在他们这头 分出来看看王乔辉的空背机会 好球啊 三分命中 林初豪 债子才有车 好球啊 林初豪 中距离没人防 这个球就稳了 嗯 让他先休息的方式 你看手帮能不能招出这个机会 方说 大空位 没有球进 这个球没拿住啊 是 林初豪 抓转换 想要造成真理接触 哎呦 哦 这一下啊 虽然造成对方的犯规 但自己摔的也够疼的啊 他是先跟大汗造成真理接触 然后跟赵继伟也相撞 看来讲确实是一种人生的新考验啊 嗯 要知道在过去几年里 我们也都知道 舒豪是大学是在哈佛 是 方说 突破 分球 林初豪外线 压双出手 三分队众 几乎是在同样的位置啊 是 15 往回给林初豪 漂亮 方说啊 这个球转了一个360度 然后找到林初豪 一般人这个球自己可能都转晕了 静静休息 把时间交回到林底部室 看林初豪 目前已经得到27分了 嗯 好球啊 还是一个中距离 后撤步的一个中投 还是要防 穿得好啊 漂亮 放手的肩 林初豪好 在非常自己擅长的罚球线区域一个停球往上一抬头 第一分的手钢队今天呀只得到了91分 开场成熟 几分 109 091 两个好朋友也是拥抱之意 国家队曾经的队友赵几伟 国家队也看看林初豪这些啊 哈哈哈 说你给我吗 哈哈哈 这么说 嗯 就是 你看到一个非常棒的非常优秀的 你有一个great球人的时候 你不要take it for granted 嗯 就是 这可能是我第一句 因为我觉得 每一个球人 当他们是非常好的球人 可能 别人会一直评价他 可是 谁跟谁比 或者什么什么 可是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球人 你不知道 你下次会不会 下次会看到像 郭艾伦这样子那么好的一个空球位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正的 嗯 就是感受他每天 每次上场 嗯 然后我们都今天 从今天我们看到 他什么都可以做专球 嗯 渡过 投篮 非常好的球人 我已经跟他练了很多次 我已经很习惯他的打法 他是非常好的一个球人 然后 呃 是我的荣幸可以跟他 呃 比赛 嗯 然后就 呃 就是希望他以后可以非常健康 快乐地去打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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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